Hello 大家好 我是隊長VL 難得這個聖誕假期來到最後一天天清氣浪 打算簡單簡單去九龍坑山走一轉 走一半突然一醒起附近的梅樹坑公園 景色相當不錯 早幾個月都拍過一條短片介紹過 那裡一個跑步和親子交流的好去處 既然過來這裡又難得天清氣浪 不如一齊入梅樹坑公園打個Round 去梅樹坑公園的方法很簡單 在泰和站下車後沿著A出口方向下車 可以經大埔公路的大窩段 又或者沿著大埔河河邊走都行 大概走十多分鐘就會來到梅樹坑公園的入口 梅樹坑公園其實不算很大 大概2.2公頃 如果我們跑步繞一個圈 大概2公里鬆一點就一個圈 而最大的優點是這2公里的跑步路線 其實沿途都有樹蔭遮住 而途中亦都有一些健身設施 跑到上下如果想練一下體能的話 停下做set-up 引體上升都OK 就算你不是來跑步都好 這個公園來到這裡想想花花草草 都是賞心樂事來的 沿途的花草景色相當之優美 上網看看資料 梅樹坑公園原來都曾經獲得 一些圓藝組織頒發的獎項 如果是對一些圓藝景色有興趣的朋友 我覺得都非常值得來這裡走一走看看 踏入這個深秋入冬的時份 這個公園的景色和夏天來跑步 又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感覺 夏天來跑步的時間 見到梅樹坑的樹林景色非常之翠綠 覺得是很有生命力的感覺 但是來到這個深秋入冬的時間 見到樹上面的綠葉 開始微微泛黃 甚至有些開始轉紅 感覺上有一份很平靜和諧的感覺 坦白說 我這段欣賞花花草草 本身就沒有太大的興趣 在近期去到處找紅葉拍照拍片的時間 發現原來花花草草可以是這麼漂亮的 莫說是紅葉 其實紅葉以外很多景色都是相當之吸人 這個梅樹坑公園 就沒有風香葉給你拍照 但是風香葉以外 其實都有很漂亮的景色 給大家拍照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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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一棵紅葉的風香樹之下拍照 何不考慮紅葉之外 其實都有很多選擇 記得早三幾個星期之前 介紹過一個青衣公園 都有紅葉可以看 有些住青衣的朋友跟我說 我住那麼久都未去過 其實這個位於大埔的梅樹坑公園 我相信很多住大埔的朋友 都未必去過 其實有時候有些很漂亮的景色 在我們身邊很近就可以找得到 差在就是我們有沒有花點時間 就可以自己發掘一下 又或者是我們有沒有放下平日緊張的心情 去享受一下身邊寧靜的環境 好啦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